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 《米青日月》去英国 今次我分享 很香浓牛油味的牛油蛋卷 做到整间屋都香噗噗 久违了的味道都翻来啦 想吃到很香浓的牛油味道 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牛油 今次我选择了这款法国的牛油 这款牛油比较香浓的牛油味 幼滑的质感 而且是纯天然,无添加的 再加上新鲜的鸡蛋来做 蛋香味十足 这个配方可以做到很香脆的蛋卷 听一下 铁尾也会分享如何做到更脆的蛋卷 做蛋卷也要有一个很幼滑的蛋漿才行 一下不小心就会做到水油分离 其实不用卖蛋卷机 在家用平底的煎柄就已经可以做得到 还要找一下家里有没有这一款的滚 那就很轻易可以在家里也做到蛋卷了 一次过做多一点,留下第二日,第三日,第四日吃都可以更脆的 现在就看看应该怎么做 可以先看看这个食谱 材料很简单 这个食谱可以做到18条蛋卷 鸡蛋最好就是放在室温 然后就是无盐牛油 都是要提前放在室温 低筋的面粉我用这一款 白砂糖 盐 材料就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做到很香脆的牛油蛋卷了 记住牛油一定要以室温才可以容易做到的 将无盐牛油切粒或切片 然后将牛油放入容器里 加上白砂糖 软滑 再以搅拌机将它搅拌混合 记住用低速 最好用搅拌机 按一下它才打发会更好 否则飞到周围也是 将牛油和白砂糖搅拌至混合 融化 软熟的牛油已经打发得很软滑 然后处理鸡蛋 把两只鸡蛋打发 我也是用搅拌机去搅拌 会很快地处理 把一半的鸡蛋液倒入牛油里面 再打发混合 剩下的鸡蛋液不要用 我会先挤入面粉和盐 否则很容易令水油分离 过完筛的面粉比较幼小 做出来的蛋浆也会幼滑 用2S型的手法 把牛油和面粉混合 在这个时候 将蛋液慢慢分几次倒入 因为每一只面粉吸水量都不同 所以这样才可以做出幼滑的蛋浆 如果调调出来的蛋浆太水太稀 可以加一些面粉来调调一下 像我这样 慢慢将蛋液加入 再慢慢搅拌 这样就会做到像图中的这个质感 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但是我觉得不够流质 所以我就额外加多一点点蛋黄 如果只用蛋黄会更加香浓 会更加好 我呢就喜欢做到像图中那样的 又滑的蛋浆 好似这个状态 就已经完成了 蛋浆已经预备好 可以开始做蛋卷了 首先预备一张烘焙子加强版 怎样为之加强版 就像图中那样 展成一个圆形 然后留一个扶手位 容易把它拉出 没那么容易烫手 平底锅一定要用最小的火力 预热完之后 就可以加少许水珠 水珠蒸发就可以做蛋卷了 加1汤匙的蛋浆 平底锅 再加上烘焙子 将平底不锅钢轻轻压 周围又压一下 大约压1分钟 轻轻手 千万不要太大力 否则你的蛋浆会太薄 就会很难做到蛋卷了 可以抠一下 再轻轻压一下旁 均匀地令它受热 1分钟之后 就可以拿起烘焙子 如果熟了的蛋浆 就会很轻易地抹起 如果很难撕起的烘焙子 可以按压多10秒20秒 测试一下 之后就可以反转 用些工具轻轻反一反 记住小心热 30秒之后颜色开始变黄 就可以拿支棍出来 好像图中那样 反一反再转 因为真的实在太热 要好小心 最好戴棉手套 尾段再轻轻压几下 反一反转一转 完成了一条牛油蛋卷 等一会就可以把蛋卷拉出 很轻易就这样拉出 这个蛋卷很香脆 压蛋卷这个步骤很重要 将尾段停留几秒 就可以完美做出一条蛋卷了 有一个重点想提提 就是一定要有少少少 明明金黄色的蛋卷才够脆 如果黄色的蛋卷 是未熟是未脆的 这一款的牛油蛋卷家庭版 就完成了 趁着刚刚做好 立即吃一下 如果吃不完的话 尽快放在密实盒存放 因为如果蛋卷受潮了之后 就会变软 变软了也不要紧 我会介绍一个提示 就是如何将蛋卷做脆 先听下有多脆 嗯 真的很好吃 最重要是将蛋卷放在焗炉 用110度大概焗10分钟 视乎每个焗炉而定的 可以自己试一试 如果我喜欢我这段影片 请点赞我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就like和subscribe我们 拜拜